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经历过友谊的背叛 恋爱 甚至是婚姻的失败 没有经历过亲人之间的隔阂 没有经历过在公司单位里面的勾心斗角 从来都没有经历过 有这样的人 请举手 没有 那在座神的儿女 已经归信在基督教会当中的基督徒 也没有人在教会当中 没有经历过误解 误会 猜忌 冲突 同工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 伤害 包括上个月刚收洗的 如果有举下手 没有 我想今天的这篇道以及神的话语呢 是给所有没有举手的人预备的 神主来帮助我们 合一 这个词听上去比爱更加的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也觉得不可能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呢 都有某样东西 一个是对合一的渴望 一个是对合一的惧怕 其实 又爱又怕了 现代人的一个悲剧呢 去分裂 现代人的一个悲剧呢 是原子世的个人 是孤单 是无法与他人同心 这是现代人的悲剧 分裂 分裂 自分裂到个体 拆毁 拆毁 只拆毁到 一块砖 都不在另一块砖上 一块石头 都不在另一块石头上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 这是现代人的悲剧 但是 也有一个 与这个悲剧 一切相关的 我称为 现代人的 骄傲 那就是独立 我们是独立的 还有 独特 我们是独特的 有的时候 你听见一个人 在那里 讲话 大家交往的时候 他忽然很淡淡地说了一句 其实我跟他们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是想追求自己的独特性 我是独特的 我跟别人都不一样 其实我的看法跟你们都不一样 甚至说 其实 其实我这个观点 接下来 各位 接下来我的这个观点 是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神 跟人家讲过的 那所以 分裂 和不能够合一 是现代人的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 又如此深地 砸根在现代人的骄傲里面 又是现代人 引以自豪的 没有一个现代人说 我以孤单和分裂为自豪 但是每一个现代人 却都以独立和独特而自豪 但是人们却没有看见 这之间是有关系的 这之间 这一个现代人的悲剧 就是他们的傲慢 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独特 的追求所带来的 所以 让我这样讲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追求合一 所有的人其实都渴望合一 但是 在古典的社会里面 跟现代的社会里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差点 在古典的社会里面 人们追求的是色情的一 是一群人 他们之间的一 同归于一 这是刚才我们读到 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 就是在他被捕 在克斯基玛宁园祷告的时候 有一个词不断地出现 是吗 反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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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让我这样想 亲爱的朋友们 甚至 耶稣不是为你个人的一个 得救和重生 被定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在大祭司的祷告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的祷告 显明 祂是为了你们的合二为一 而被定在十字架上的 祂是为了将骄傲的 独立的分裂的个人 重新地带他们走向联合 重新地将他们在他里面合一 而被捕的 所以你注意 耶稣不是单独地为你被杀 为他被杀 为我被杀 祂是为我们被杀 祂是为了十字架上的 我们成为我们 而被杀 所以祂在父的面前祷告 说我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合二为一 像我们合二为一一样 所以你明白吗 如果没有耶稣所说的我们 就没有耶稣所说的他们 而这个我们 而这个我们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呢 好 你让我在这个分裂的四天面前 你让我看一个合一的榜样 你让我看一个合一的源头 这个我们是最早在哪里出现的呢 创世纪第二章 上帝按着祂的形象造人的时候 那个是还没有人对吧 但是神却说 我们 我们来把我们 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 觉得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到处看 我们是谁啊 当然在那里呢 圣经对三位一体的 这一位又是多 又是一的一位 的寝室 是刚刚开始对吧 所以生命最奥秘的是什么呢 信仰最奥秘的是什么呢 甚至上帝和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最奥秘的是什么呢 这一切的奥秘 其实都根治于上帝他自己的奥秘 就是多而一 在神里面包含着一个多而一 父 子 圣灵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 就是按我们的形象造男 造女 在神里面本来包含着一个一而多 多而一的关系 父子圣灵完全的合一 父猜了子来 只说 我不是按我的意思做来 是父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对吧 父要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然后圣灵是完全的顺服 父和子 所以说基督说 我之后要拆圣灵来 我要拆圣灵来 圣灵要将受于我的 来告诉你们 所以只说 父如此告诉我 我就如此说 然后只说 我如此说 圣灵就如此引导你们 所以 让我们回到 基督所书的第一章 第十节 那你说什么 保罗在那里再一次的 将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 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那一个 神自己的那个奥秘 就是多而一的那个奥秘 他在十字架上 经历到了一件 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事情啊 不是追求合一吗 可是主在十字架上 经历了什么 他在十字架上 经历的请问 是合一还是分裂 分裂 分裂 那一位从创世的时候 就说我们 那一位一而多 多而一的上帝 在十字架上经历的 却是分裂 父啊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 主说 你为什么 你气我 救温是透过 父与子 这一位一而多 多而一的 这一位完全合一的神 他们之间所经历到的分裂 来将分裂的人 重新带向联合 请让我这样对你们说 你们当中 所有的夫妻跟草国家 你们当中 所有的人都经历过 人际关系的破裂 友谊的 背叛 恋爱的失败 亲人的隔阂 勾心斗奖 你们当中 甚至每一个信徒在教会当中 都经历了误解 误会猜忌 冲突 矛盾 伤害 但是 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的盼望 合一的根基在哪里 在于那个伟大的福音 因此 以夫所说的第四章是一个转折 因此 其实这个因此 它没有在河河本中被翻译出来 就是在第四章的一开始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昭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秤 其实这个前面有一个转折 就是因此 因此的因此就是前面的三章 叫做什么 叫做因为 对吧 后面的三章叫做所以 前面的三章在讲什么呢 就是将我主耶稣基督在 可喜马尼园的那一个为合一的祷告 以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 为这个合一所经历的分离 以及第三天他从死里的复活 这一个伟大的福音 这一个在万事已先 甚至这个我们 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那个我们 是在造人的时候神说的我们 对吧 而以复所说的第一章 给了我们一个更遥远的我们 就是在万事已先 神在基督里呢 拣选了我们 换言之 神有一个计划 父子圣灵一起商量 他们完成了商量 他们完成了这个安排 他们完成了那一个计划 他们也完成了那个拣选 那个我们甚至比他造我们的时候 在创世的行为当中的那个我们更少 保罗把这一个神的那一个我们之间的 神自己内部的那个合一 一直推到了万事已先 来讲这个福音 然后第四章一开始 因此既然这样 那么我要劝你们了 行事为人就当于蒙昭的恩相称 这里有三个词很关键 第一个是被省略没有翻出来的 就是将以复所说的前三章 跟后面的三章连起来的一个连词 所以第二个呢蒙昭 第三个呢阳秤 相称是什么意思 相称第一个意思就像天平 表明这边的跟这边的怎么样 相等 就是平衡 不会这边 包括来这边低下去 你们的行事为人就是你们的信仰生活 就是你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要与所蒙的恩 所蒙的恩是什么 福音 所以 菲徒比书第一章里面有一个类似的话 说你们行事为人 当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那这两个可以互相解释 所蒙的恩就是福音 包括在这里先劝勉说 亲爱的牛姐妹 愿你们的行为 愿你们的生活 动作存留 与这个福音相称 福音在天平这边 你们信这个福音 你们的动作行为在天平这边 两边要怎么样 那一样 所以一个意思是相称 两边相等 还有一个呢 相配 配合 我主要有一个故事 特别的让我感了 也特别让我羡慕 有一位当代的很有名的牧者 他写过很多的甚至 他被称为牧师当中的牧师 来带出来很多的生命的关怀 对教牧的辅导 这个毕德森 那毕德森牧师呢 他讲一个故事 他们夫妻呢 有一次是在外面一个城市当中度假 不过他们几十年来都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中午呢 吃完饭以后 他们一定会一起到外面附近的公园呢 去散步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呢 他们夫妇呢 就到外面和他一起散步 有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 从他们面前 从他们旁边经过 经过之后呢 那个人忽然又转过来 然后跑来 问了他们一句话 问的有点唐突啊 特别是对于这个外国人是很有礼貌的 一般不会很常见 他直接就问了 看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这个皮特森夫妇里愣了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的年轻人啊 所以我披头就问这么一句 带着有点困惑 但是呢 还是愣了一下 挺有礼貌的 回答了一个说 我们结婚三十三年了 这个年轻人说 哦 我就说嘛 他说我看你们走路的那个步法完全一致 他说我刚刚结婚五年 我们夫妻的步法一般相差百分之一秒 他说但是你们的完全一致 这个叫做相配 这个叫做相秤 相配和相秤带出来一种 就是他们当然不一定是共享的一个步法 如果按照一个比喻的话 人生的步法 如果按照一个比喻的话 信仰生命的一个步法 有的时候夫妻就说 这两口子长得越来越像 但不知道心里像不像 但是呢 心里像呢 外面也变得越来越像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因此你们要像他 对吧 因此你们要像那一位耶稣 因此 诶 你信主多少年了 基督五年了 那你跟耶稣的步法 这个算秤嘛 你们的步法一致嘛 行事为人 既然蒙召 就当 与你所信的福音相称 就当与你所蒙的恩相称 阿们 第三个字 就中间说的蒙召 在这段话里面也反复的出现 你知道教会本身就是 这一个被召出来的 被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 对吧 所以当我们说到合一的时候 永远 其实都会谈两件事情 分开和合一 不从一些东西当中分开 就没有办法 与另外一些东西合一 基督的福音也是经历了分离 然后带给我们 合一 一福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 怎么说呢 日期满足的时候 贴上 地下 一切的 一切的 都要在基督里 同归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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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基督里 叫团庆 不在基督里 叫团伙 所以 我这篇道的焦点 看到这一段的话 我想这样子来表述 合一 合一 就是离开团伙 走向团庆 合一 就是离开罪恶 走向基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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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归于一 而现在的人 所追求的是 我 独一 无二 对吧 我小时候 受到这个社会 风潮的影响 包括我父母也 受到这个社会 风潮的影响 我觉得我很 骄傲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有一本 《独生子女症》 诶 诶 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啊 国家每个月 多发五块钱 然后前段时间看见 有人在网上写一个说 二十年代的一本书叫 《独生子女营养方案病方》 然后他说 独生子女难道是跟人类不同的 另外一个种类吗 这个我们每个人追求的叫 《独一无二》 中国古人也是一样 要要一个人 最厉害的叫做 左耳不取 然后君子不打 君子就是不跟你们在一起的 那么一火一火的出现的 那就小人 君子都是 独自一个人长发飘飘 或者是这个什么 总之 你见过那种话 就是他一个人 然后风吹的 这是我们文化里面的梦想 有一个牧师讲到一个蒙召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比喻 他特别好 他说对于教会来讲 呼召 圣地的呼召 你是怎么信主的 是因为神的呼召 怎么可能合一 是因为神的呼召 然后神不是呼召一个人 神不是呼召一群人 然后把他们联合起来 所以呼召和蒙召 他说就像是教会的心脏 一说一章 呼召一群人 呼召和蒙召 呼召和蒙召 然后接下来保罗讲到七个一 你们数一下是有七个一 身体 身体只有一个 一个身体 然后一个圣灵 一个同一个指望 对吧 一个身体 一位圣灵 一个指望 然后呢 一主 一信 一喜 最后呢 一生 就是众人的父 在这七个一当中 当然你知道七 这是一个 其实他是在说同一件事 七是循环往复 七是圣经当中的 最高级的一个象征的 完全的数字 对吧 同时这个一也是显明了 多二一的一个关系 就是 在基督里的这种合一是一 但是这个一里面 不是单调的一 不是泯灭了每一个人 耶稣父子圣灵都没有泯灭他们各自的职份 也没有泯灭他们各自的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位格 是一个丰富的一 是一个丰富的一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七个一稍微的给一个分类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指望只有一个 这三个其实是在讲圣灵 我信圣灵 我信啊 圣而公之教会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要理问答 就让我们表明 教会论是建立在什么 圣灵论的基础上的 对吧 教会是五旬节圣灵所生出来的教会 是因着同一位圣灵 所以产生同一个的身体 然后他们有同一个的字画 这七年三个第一是在讲圣灵 那后面呢 一主一信一行 其实是在讲圣子的工作 是在讲圣子 我们都信那一位 同一位的被定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 我们信他受他的喜 是我们的信心的唯一的对象是指向他 他是我们的主 主我信身体佛 我信这个死罪得色的独一洗礼 对吧 然后依神就是众人的父 最后的这一个就指向圣父 而且用到这样的一个描绘 又是三 三个超乎众人之上 惯呼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福气的合一怎么发生呢 我们常常讲要有一位伟大的第三者 那一位伟大的第三者要超乎你们二人之上 又惯呼你们二人之中 又住在你们二人之内 所以这个就叫做合一 朋友之间怎么能够合一呢 同工之间怎么能够合一呢 以前教会人这么多 怎么可能合一呢 除非那一位神 那一位父 借着子的救赎的工作 也借着圣灵的大人的浇灌 他超乎我们众人之上 惯呼这个会堂当中 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中 也住在我们里面 并常去好像一个神话 并常去好像一个乌托邦 但是你的心知道 这是多么的美好 你的心里知道 如果我活着 却不能经历这样的美好 那活着干什么 那活着有什么意义 我相信有许多的人 刚才我说你们都没有举手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 经历过那种刻骨铭心的 私心虐肺的分离 伤痛 冲突和绝望的时候 你都会生出这样的念头 就是活着干什么 活着有什么意义 如果这不是真的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 生命有什么意义 这么一群人坐在同一个地方 有什么意义 但是保罗 注意哈 保罗在带来第四章第一节 开始的这个转折后面的三章 都是要来讲 与福音相称的那个基督徒的 具体的生活的应用 但是在讲的时候 他还加了一句话 他特别的再一次的提醒你们 他是谁和他的处境 他说什么 我这为主被求得很确定 保罗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保罗经历过当害吗 保罗经历过创伤分离被判吗 保罗说他天天为主冒死被视为是这世上的渣子 不但有那教外的来自这个世界的每一天的这样子的攻击分离 甚至有来自教会当中的不断的攻击和背叛 他以这样的一个处境来对你说 活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我劝你们 因为他的身上有那一位曾经为了我们的合一 而承受与福的分离的那一位耶稣的样式 是你明白吗 当你要去劝一个人与他人合一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去劝这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力量去劝别人合一 因为保罗在这里劝我们合一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什么样的人你怎样才能有力量去劝别人合一 你必须为别人的合一而受苦 你才不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你渴望为他人的合一而受苦吗 你愿意为了他人的合一而在某一个意义上 某一个程度上某一件事上经理分离吗 就像耶稣一样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十字架的印记 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为合一而承受的分离的印记 你就没有力量去劝别人合一 因为在你里面没有合一的力量 而在你里面的合一的力量就呈现为你为此而受苦 那就是保罗为什么来劝我们 这就是保罗对教会的劝勉大有能力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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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他们之间不是很合一 我们想劝他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到了我们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去劝人合一的力量 因为你里面没有耶稣在克西玛尼园的 那一个祷告的力量 你里面没有保罗啦 为主被求的来劝教会合一的那一位使徒里面的那样的力量 那有的时候在第三章 第三章结束是什么 还记得吗 那一个伟大的那一个那一个荣耀兽对吧 愿主愿神在他的教会中 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悠悠远远远 最后是用阿门来结束的 阿门了不就应该回家了吗 对吧 阿门了 这一卷书就讲完了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特别情愿一副所书就停在这儿 停在这儿就结束了 我们就在这里搭一座棚 与主同在 是多么的好呢 我们就不需要回去给张志雄打电话了嘛 也不需要去跟你姐妹谈话了 每次谈话挺累的 停在这里多好 停在这里多好 彼得说 这里太好了 不要下山了 因为我知道山下 我了解山下的情况 那里面充满了邪恶 那里面充满了分离 那里面充满了愁苦 撕裂 所以当你读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你又想停在这儿帅了 中马田牧师说 他说我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你们有吗 你们有吗 你没有吗 天上的教会 天上的教会 是合一的教会 是荣耀的教会 山上的教会 是荣耀的合一的教会 但是山下的教会 是分离的教会 是征战的教会 是脸上充满了 纵纹 第五 和各样的病 的教会 谁不想 停在山章的摩尾呢 可是让我们问一问各位 摩西 带领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这一个蒙召的过程 经历过多少次的分离 大卫统治以色列 成为神所确定的王 他的一生 经历了多少次的背叹 合一 是一个与离开 密不可分的过程 甚至合一 是一个与 为了合一 而承受伤害的 密不可分的一个过程 离开埃及 才有加回 离开人的团伙 才有基督里的团契 离开人的联合 才有圣灵的联合 所以你必须知道 什么时候你必须离开 打死都要离开 但是你也必须知道 什么时候你必须联合 打死都要联合 在竭闭保守 在竭闭保守 圣灵所赐而为一的心 你必须要知道 什么时候要竭闭保守 死平赖脸都要保守 无非就是死平赖脸 再去找他嘛 无非就是被别人看作是没面子嘛 在主面前不要面子了 打死都要合一 但是有的时候有必须要知道 无非就是被别人骂嘛 无非就是被别人恨嘛 打死都要分开 属灵的智慧 就是要去分辨这两者的不同啊 知道什么地方要离开 离开团伙走向团企 知道什么地方要联合 离开人的罪 离开在罪恶中的联合 走向圣灵所赐 和尔为一的心 教会的本质是合一 因为福音产生了合一 教会的本质的合一 是超自然的合一 是被赐予的合一 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 听上去有一点矛盾 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的合一 你就不觉得有点矛盾 一个方面他说 这个合一是圣灵所赐的 就好像意思就是说 不是你的努力带来的 对吧 就从上面下来的嘛 然后另一个方面又说 我们要怎么样 竭力的保守 怎么竭力呢 谦虚 竭力谦虚 然后前面说竭力温柔 前面说竭力忍耐 然后竭力用爱心互相宽容 竭力用和平彼此联络 这个就叫做竭力啊 那到底 那我这样说 我们不是在制造合一 圣灵所赐意味着 我们不是在制造合一 我们乃是在保守合一 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 听到我说 你做什么都合不了一 你想自己来制造合一 制造的都是假合一 都是草木合结的工程 都是沙土之上建立起来的联合 我们不制造合一 我们保守合一 保守这个词 这个动词 它的原文是指到交付的意思 就是把一个东西 把珍贵的东西 把美好的东西 从一只手上 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上 这个叫保守 要传下去 要交下去 什么叫保守 揭秘的保守 已经被赐下来的合一 有的时候 在照片里面 每个月 我最喜欢看那个 永恒瞬间 因为那个就不动了 因为那个就是每个月都要搭个棚 是吧 一张一张 特别是每一次受洗的照片 我们希望生命的记忆和喜悦 就停在那一刻 你还记得你受洗的时候 跟哪些人一起受洗了吗 秋雨二十五期 或者是秋雨三十五期 你非常希望停在那里 因为十年以后 这张照片当中已经有人离开 已经有人不信 有人争吵 我受洗当天是八个人 八个人一起受洗 现在 这八个人里面 有一对夫妻 我过去的同工 他们已经离开那间教会 公开的批评我 在教会 在教会 持守 长老会 姐妹不能够站讲台 这件事情上 我们教会经历到第一次的 很伤痛的分离 这对夫妻离开我 出去见面了另一点教会 还有一对夫妻 弟兄已经归归天家了 他的妻子 现在重新的在信仰上 开始新的追求 三个姐妹 一个已经完全不信了 一个已经脱离教会 还有一个很少很少来教会 八个人 你想一想你 你受洗的时候几个人 你跟谁一起受洗 我们多么希望 平等那一刻 那是主要带我们向前 中文天公司说 教会当中有两种人 一种人 停留在四章第一节的因此之前 他们喜欢教义 他们读完了前面三章的福音说 后面就是在讲应用 后面我都晓得 他们对因此之后的部分 不是很感兴趣 还有另一种人 他们只想要因此之前的 他们一看前面在讲福音 他们马上跳到第四章说 所以我劝你马上从这里开始 他们更加的看重的是 生活当中具体该怎么做 他们不是很看重 那个福音的真理 你是哪一种 你更喜欢以夫所述的前三章 还是更喜欢以夫所述的后三章 你的信仰是通常停留在因此之前 还是你只想要因此之后 还是你要整个的以夫所述 全数 罪的实质就是同归于尽 罪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罪的结果 会不断的在我们中间 产生怀疑 疏离 嫉妒 纷争 谣言 不和被谈 爱的实质是同归于一 爱是一种创造的力量 罪是一种毁灭的力量 你的生命当中充满哪一种力量 你正在被哪一种力量所裹挟 所充满 然后被包围 合一就是从罪中分离 那我们简单地说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合一 合一就是从罪中处来 神的爱创造了合一 人的罪制造了分离 竭力保守 圣灵所自合而为一的心 那我这样说 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是在恨中 与他同归于尽 你明白这意思吗 恨不会把你所恨的人打入地狱 然后你染染上身 恨是把你和你所恨的人绑在一起 恨会产生联合 恨是这个世界上 仅次于爱的一种联合的力量 我以前常常就讲一句话 我在过去很多年里面 我在网上看到有几位 是持之以恨的 不知疲倦的 不断地跟着读我的文章 然后不断地批评我 比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读得更仔细 你们好多都没看 拿着看 看了不断 还十年了 无悔无灭 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联合 恨淡然的联合 当你对他人傲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你就在骄傲当中 与被你藐视的人一同归与尽 所以 我们看一下救死的历史 上帝从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将新的合一创造出来的那个过程 出埃及的时候 埃及长子被击杀 埃及法老的军队被淹没在红海里面 每一次的离开 每一次的合一 都带来 好像耶稣在科西玛里面的祷告怎么说 除了那灭亡之子 一个的灭亡 出走旷野的时候 看见可拉伊党的灭亡 进迦南的时候 看见亚甘的灭亡 在十字架上 看见犹大的灭亡 五星节圣灵建立教会之后 看见亚拉尼亚 和撒贝那夫妇的灭亡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亚拉尼亚过来 彼得问他 说你们 你们卖那个田产 那个田产不是你们的吗 你们想卖就卖 不卖就不卖 那是你们做主 对不对 卖了之后的钱 不也是你们的吗 你们想给就给 不想给就不给 给三分给五分 都是你们自己做主 但是为什么给了一部分 却说全部给了呢 你欺哄圣灵 有没有欺哄圣灵 没有 然后碰打在地上室 可怕吗 教会的联合 这初期 却是以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开始的 过了一会儿他妻子三个小时以后 他妻子来了 然后彼得又问他 你们是不是把麦娜的留了一部分 没有教 然后说全部教了 然后他说对啊 他说没有啊 然后彼得说了一句话 你们夫妻为什么 同心是探主呢 同心 何意的是探主呢 然后他倒在地上 那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刚刚出去 他还要回来埋葬你 你们说完这话 撒开那也倒在地上死了 每一次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 每一次超自然的合一的产生 在救赎历史上都会有一个象征性的严厉的审判事件 所以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在应用当中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个挑战的 就是假合一和真分裂 一个方面 请问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特别追求合一 追求各种各样的假合一 那另一个方面 请问我们是不是都很害怕与罪恶分离 是不是害怕 因为贪恋这个世界 因为爱那一个罪中之乐 与罪恶分离 对我们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舍不得回回首 又回头 就是木栏回头 最后还在灯火南山树 所以与罪恶分离 对我们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然后各种的假合一 又是我们竭力的甚至狂热的追求 当我用到另一个词 来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 你会看见 合一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 甚至是你并不喜欢的 中国传统叫做大一统 你们喜欢大一统吗 所有现代人都会说 我才不要大一统 很多人之所以拒绝教会 就是说我不想要大一统 很多人教会都说 大家都同意我 不要偷反对票来别秘 其实我很独特 所以我们干嘛跟大家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反感大一步 然后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中国文化里面最高的合一的梦想叫什么 天人合一 你说我们不最高的合一吗 天人合一 这个不是合一 这个不是合一 这个是分裂 只有当你制造了你与人群的分裂 你才能够独自与天地相往来 然后高超左耳不群 然后高超左耳不群 独自与天合一 这就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梦想 它不是社群性的合一 是个人性的 假合一 当代社会呢 当代社会呢 让我举两个例子 假合一 你们知道什么叫统战部吗 统战 全称叫什么 统一爱国统一战线 对吧 这合一啊 你知道中国的传统里面 叫三教合一 鲁士道三教合一 所以我们那天陪那个 柯老师一起到峨门三脚下 看峨门三脚下有个报国式 然后就叫鲁士道三家一起报国 这个就叫统战 然后今天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迫害教育呢 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讲所谓的基督教中国话呢 就是追求什么 五教合一吗 五大宗教的混杂 和尚 道士 神父 牧师 全部都在台上唱 我的中国心 今天的社会里面充满了各种的假合一 这个叫团伙 这个不叫合一 那教内也是一样 二十世纪的教会追不追求合一 二十世纪的教会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合一运动 叫做普世教会合一运动 合一到什么地步 我告诉你 新教跟天主教合一 他们互相发表一个谅解说 我们现在已经谅解了 其实马丁诺德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真的没有差别吗 这一个合一是 对过去五百年的改教运动者背叛 然后 甚至现在基督教反过来要跟其他宗教合一 联合祷告会 你向真主祷告 我向神祷告 大家是在牧尼祷告 然后大家开一个全人类 合一的祷告会 没有一主一信一喜拿来的合一 没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使用 他的与父的分离所带来的合一 哪里有合一 亲爱的朋友姐妹 让我这样子讲 全世界最合一的地方 全世界最合一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 拉鸡头 但是现在连拉鸡都要分类 你明白吗 所以让我这样讲 亲爱的朋友姐妹 无论你是军徒 还是你正在寻求 合一 有一件事情就是 离开那无数的假合一 没有世界大统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联合 没有全人类高歌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成为一 只有福音创造了一个新的合一 只有福音创造了唯一的一个合一 就是一主一信一喜的合一 福音必然要打破一切的假合一 凡不在真道上就没有合一 凡不是一主一信一喜就没有合一 恨 我刚才讲了恨也产生联合 爱也产生联合 这个世界的联合 通常是什么 共同的敌人 有共同的罪恶 亚拉尼亚跟撒菲拉的同心 就是因为有共同的罪恶 他们在共同的罪恶当中同心合一 中国古代其实有很多词来形容这种假合一 这种一种共同的罪恶使人合一 如果是一对夫妻在共同的罪恶当中寻求合一 我们有一个很难听的词 叫一对狗男女 如果是两个朋友 他们在罪恶当中合一 我们也有一个成语 叫狼狈为奸 如果有一群人他们在罪恶当中合一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成语 叫无和之众 各位你们是不是无和之众 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 秋以圣约教友 是不是无和之众 是一主一信一席的联合 还是在罪恶当中的联合 是在基督里的传信 还是在个人的罪恶 在个人的人意 在个人的情欲 在个人的偏见里面所形成的联合 那个叫做反护 我们能够确信 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联合吗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 甚至我们之前教会的 过去的两年 我们经历了分离 我们经历了冲突 我们经历了伤害 一部所说的第四章开始 保罗记得 是那一位为主被求的来劝我们 既然蒙造 行事为人 就当于这个福音相称 在你们当中 除掉一切的假联合 除掉一切因着罪和恨 而带来的联合 而在怜悯和恩怜当中 在一主一信一喜 在真道上成为一 在爱当中走向你 对我们来讲 亲爱的地方姐妹 这是不是一个尚未完成 甚至非常艰难的 一个信仰的历程 是不是这一群人 要再一次的 走向那真正的联合的 一个艰难的天路的历程 我们是否需要被上帝安慰 也需要被上帝赦免 我们是否需要放下 仇恨 误解 猜忌 苦毒 偏见 我们是否能够对 与我们不合一的人 生出怜悯 求主帮助 这点飘回 求主 使我们过去的经历 能够换一个句号 然后 竭力向前 用怜悯 来替代 怜恨 神在我们当中 带来了分离 分离常常是 新的合一的基础 但是 分离本身 并不是目的 对吧 合一 是目的 求主使我们 转眼眼望 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的目的 让我们再一次听到 基西马尼人 联系马尼人 联系基督的祷告 我们一同 在主的面前 一同祷告 主我们在祢的面前 看到今天 全地的教会 是一个分离的教会 是一个中派淋漓的教会 是一个甚至弟兄 相争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中国的教会 也是一个分离的教会 我们相信 宗教改革 所带来的这个分离 是我们持守的 我们相信 家庭教会的 这一条分离的道路 是我们持守的 但是主啊 我们即使在家庭教会当中 也看见许多的分离 我们也相信 改革中的信仰 和长老会的道路 是我们持守的 但是主我们在 中国的家庭教会的 改革中的长老教会里面 也同样地看见分离 甚至主你在过去的两年 带领这些教会 走过了分离 伤害 主啊 求祢怜悯我们 求祢帮助我们 求祢医治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在哪里必须分开 让我们也知道 在哪里必须联合 求祢 把我们建立在 恨当中的联合 都打破 最终的联合 都打破 求祢带我们不断地走向 在爱里面的联合 求祢带我们不断地 离开团火 走向团气 离开罪恶 走向基督 离开世界 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 保费的圣灵 阿们 阿们